来 刚才我在挑战你们班最厉害的几位同学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洪同学的图 这是洪同学的图 我挑战他一些问题 他在前面几张图 出图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的图是粗框 轮廓线是粗的 那有的是细的 那我就问他 说你可不可以让大家都是粗的 他说可以 后来他怎么做呢 我们发现粗框的就是他有做几粗 但是他在画二滴草图 也就是二滴平面的图 在放置的时候都是细线 那他的做法是这么做的 他有些同学就把 这个所有东西都几粗 所以放置上去 所有都会变粗线 这是方法一 方法二 所有都变成二滴草图 所以放置的时候 所有都是细线 那这时候呢 汉威呢 他做了一件事 他说老师 我来改他的性质 他这么做 我按这个线段 按右键 他把这个性质 把它改粗一点 改粗一点 比如说他改成 我这次夸张一点 是为了你的一个官场 四 确定 你看这一段就很粗 所以汉威这么做 汉威就是 一个一个一个 让他变 一个一个变粗 可是这样很耗时间 听得懂吗 这是方法二 耗时间 后来我就说汉威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让 我不要一个一个 线段变粗 这样太累了 他说 后来他又找到方法了 他这么说 他说老师 我只要在 我放置草毒的时候 我还没有标注这些之前 我可以整个选取 然后整个性质 就把它变粗 这个是方法 这是方法三 再注意听一次 方法三就是说 我在没有做标注之前 我用这种方式去框选 所有的二滴草图 然后按右键 去把它修改它的性质 听得懂 这样按确定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图 都变成粗的轮廓线 之后我再去标注 这样子我就会有粗跟细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不错 他打怪已经打到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了 后来呢 你们班 有一个同学 想到一个方法 可以一次全部勘就起来 各位同学 这就是我希望你们要学的 请注意看 所以我把它回到上一步 各位同学你注意看 我特别为汉威做一次给他看 我教你怎么做 你们来到管理形式编辑器 我们先来看一下 汉威这一条是中心线 看得到 它的中心线其实也不是标准的中心线 中心线应该是一点链线 所以注意看哦 我们来到管理这边的形式编辑器 点 点了之后呢 会跑出一个形式编辑器的四个视窗 你来到图层这边 我们点图层 这里就可以做一些设定 现在注意看 我们未来中心线 我们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做各种线形图层的设定 中心线的线形 应该是点长虚线 以后我们到丙级培训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这里是0.18 但是这以后我慢慢讲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地方 草图几何图形 草图几何图形 就是这个草图的这个轮廓线 目前是连续线 是我要的 以后你会学到 大概我们要设0.35 但是为了让各位感觉到它的不一样 我把它改粗一点 我改粗一点 让大家感觉到印象深刻 我改成2 然后你点取储存 并关闭点 看到了没有 这样知道了吗 这就是一次全部砍就起来 那我希望你们 我们有机会去摸形式编辑器 去图层 这边去玩玩看这些线形 你都可以去改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做出很粗细不一样的 这样子啊 我们今天讲了一次 那我交给各位去做练习 希望这个 回去好好做 可以学到更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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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